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hp第四套所推出的两个奥特曼的核弹 也是迪迦奥特曼和这个邪恶迪迦 呃两个都是在我们迪迦奥特曼第44话联影当中所登场的角色 也是呃啊邪恶迪迦应该算是人类用邪恶的心所变成了光的这么一个巨人 还有迪迦嗯相信就不用我跟大家说说平成第一节也是中国播放次数最多的一个奥特曼了吧 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火热 好我们先从这个这个迪迦开始介绍起 hp 20012001年推出的这么一个核弹系列 俗称hp 看看这边是hp 万代这边2001年 这个系列的盒子都做的非常好看 然后就hp的盒子非常好看 但是毕竟是早期的核弹 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 像这个背后是同系列推出的 上一期视频我是给大家介绍了高斯的月神 还有日眠 今天呢来把这两盒进行一个完结 也是我第四套完结了吧 好我们来打开 这里面是这种这种糖果肯定是不能吃了 说真的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做的真的不是很好 跟高斯一比的话 真的很差劲啊 我觉得 为什么说他差劲呢 等我给他介绍的时候 来跟他详细的说 我们来把盒子拿一边 一开始是需要你自己去组装的 就是手臂啊 还有这个头雕各方面都是需要你自己去组装 我们来把它给拔掉 他本身的胸甲也是需要你用贴纸去还原 胸灯也是需要你自己去组装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胸灯的话 他周围啊 虽然是透明件 但是周围的银色漆都没有